各位姐友们好 欢迎收看法国快讯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法国数字身份证来了 4月26日 法国政府新签署了一份文件 授权建立一个名为数字身份证保障服务的新系统 创建此系统的目的是创建一个移动应用程序 像电影里的安全门那样 通过扫描新的生物识别身份证上的信息 以便于连接公共或私人服务 通过这个应用程序 新版身份证的持有者 能够通过其智能手机中的NFC芯片扫描文件 也可以用于移动支付或使用某些公共交通服务 根据该文件 这个新应用程序一旦被推广 可能在许多其他领域得以广泛应用 与SGIN相关的应用程序 能够处理许多个人信息 如姓氏 姓名 出生日期 地址 照片 电子邮件地址或邮政地址 但是机友们也不必太过担心个人信息安全的问题 应用程序将不会记录储存在生物识别身份证上的指纹数字化图像 勒克莱尔的碎肉牛排中发现李斯特军 先是普通逆品牌的弄披萨 会爆出大肠感情污染 此后是费列罗公司建拿品牌的多个系列小格力 被怀疑携带沙门市军 这些接二连三的食品事件很难不让机友们担心法国的食品安全 继披萨 巧克力和奶酪之后 法国又一次爆出了食品安全问题 法国勒克莱尔超市出售的碎肉牛排中发现了致病的李斯特军 根据召回网站公布的信息 2022年4月24日在鲁昂的勒克莱尔超市 盛塞维门店购买了速冻碎肉牛排的顾客 被建议不要使用采购的碎肉牛排 根据勒克莱尔集团公布的信息 目前召回尚未波及其他门店 电缆遭恶意破坏 法国多地断网 机友们昨天醒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外外忽然断网了呢 27日凌晨 巴黎大区和东部地区的互联网光纤电缆被人为切断 导致多个城市的网络连接出现问题 受影响的主要是SFR合费用户 上午晚些时候逐渐恢复正常 被破坏的主要是SFR的光纤 不可合费受到部分影响 Orange目前还没有收到网络被影响的消息 此次事件导致法国多个主要城市的互联网接入 逐渐减速或中断 受影响的主要线路是巴黎大区 以及巴黎通网尼尔 里昂 斯特拉斯堡的线路 光纤电缆还为中继天线供电 为移动电话提供互联网连接 因此手机网络也可能受到影响 目前警方正在对这起恶意破坏事件进行调查 撒哈拉沙漠的星沙云将袭击法国 在法国的街友有没有发现最近天又变红了呢 从本周三上午开始 来自撒哈拉的星沙云入侵法国 尤其是法国西南部 反常天际将导致地面出现沙尘堆积 自2021年年初以来 已经在法国多次观察到这种现象 最严重的是去年2月 法国许多城市的天空已经变成了褶色 甚至红色 在3月和4月也出现了此类沙尘天气 不过机友们也不必太过担忧 尽管沙尘天气会带来大量的污垢 但沙云并不会危害人体健康 法国气象局在3月中旬指出 这些灰尘对空气质量有影响 因为空气中的灰尘携带有危害健康的细小颗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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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